有點像兔 太腕雕 有紅到日本去 大開眼見 鱸魚殘忍 太吃了 他還要小心被鱸魚攻擊 欸幹 爆卵 鱸魚也有人在吃喔 為什麼要放地上呢 這個是鱸魚吧 會比較好 啊幹 大哥這個要怎麼吃啊 這個比較厚啊 大哥 這什麼黑啊 那就是南部很多的火燒沙 阿嬤不知道那隻是什麼 好 大家 我是乖乖 今天呢就是 沒辦法 只能素顏啊 拍這種主題呢 會累到爆炸 我越拍越覺得 必須要對這一些 漁業從事的所有工作人員 致上我最大的尊重 真的 這罵有夠累 我這幾天 來台南要拍四支影片 然後平均一天 大概都只有睡三個小時 真的說累 到爆 然後我剛剛起床的時候 就想說 還是就不要吃拍了 天人交戰啦 一直天人交戰 現在大約是 凌晨一點 就是原來 安平這邊的 南市區的魚市場 竟然比 Kamadin的開市時間 還要再更晚 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現在 一兩點買完回去 整理貨完三四點之後 五六點了 就要開始開市場擺攤了 中午就要營業了 九點十點就要開始 在那邊備貨備料 他們到底什麼時候睡覺 我今天就是完全放棄 就是真的 Oh my God 太累了 之前我拍什麼Kamadin啊 我已經呈現 完全放棄的狀態 我是沒有畫底妝 然後想說 這黑眼圈遮一下有沒有 眉毛畫一下 然後今天是完全不想的 不然我等一下拍完之後 回去還要卸妝 然後又要保養 然後明天隔天起來 又要去拍另外一個漁港 然後又要化妝 怎麼太累了 本來以為在南部 可能不太會被認出來 因為我都是在拍北部的嘛 我一直都還沒有過 南條漁港以南 好像都還沒有拍過對不對 結果還蠻多觀眾有認出我 然後跟我打招呼 然後都很多很可愛的阿姨們 還有姐姐們 然後還有很多阿伯 都會說 欸 那是乖乖嗎 但既然我回到台南了 安平一定是要拍一下的吧 就是一直都還蠻多 就是南部的觀眾 特別是台南的觀眾 都有跟我私訊我 或是留言 有跟我講說 多拍一點台南啊 畢竟是台南人嘛 是台南的女兒 應該要多拍一點台南 可以幫台南多一點介紹啊 什麼之類的 我這不就來了嗎 誰還是素顏來的 不知道今天會不會有人認出我呢 我是覺得很難啊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來去逛一下這個 南市區的漁市場 到底在幹嘛 OK GO 那來這邊呢 不是搜尋安平漁港喔 是搜尋南市區漁會漁市場 這個名字很長 那入口呢在這邊 入口進來的時候呢 入場費是20塊 有點類似停車費啦 很便宜 那我剛好發現很多人都是交月票的 所以原來這邊攤販也是月票制的 右邊這一區 甚至左邊這一區 比較靠市場的這一些車位呢 我們就不要去停它 因為我發現他們好像都是有 固定的位置給固定的彈箱 那我們一般人如果只是想要來看看呢 就停到比較後面的那個停車場 在台南呢 我們家都沒有 沒有在Key Show的 沒有在半夜逛漁港的 我們就是去那種觀光漁港 有吃有喝又可以買又可以看的那一種 欸這邊是冰塊 這個冰塊呢 就是大一個剔除 然後冰塊就在這邊 然後產在這邊 我猜啦 應該是免費提供給大家的 所以一般人如果來買魚呢 也是有冰塊 那旁邊就是廁所 找不到入口 那我們就從南哥漁業殺進去好了 其實人還不少耶 但是地上非常的濕 我這次呢 忘記穿雨鞋 所以我們等一下走路呢 要小心一點 很多鵡魚耶 小的 小的鵡魚 這邊很多賣鵝仔的 因為七谷有很多鵝仔嘛 不知道為什麼 南部人特別愛買吐托魚 大家有沒有這麼覺得 我覺得北部人好像還沒有 南部人那麼愛買吐托魚 我發現其實這邊啊 就是年輕人也不少 還蠻奇妙的 阿媽不知道那隻是什麼 趕快特別一下 趕快留言跟我說那隻是什麼 不知道耶 它的皮看起來QQ的 這攤很多蝦 喔這攤還有馬吉拉 麵還有一蘭一蘭的三點蟹 最後面有一些烘魚的部分 聽說今年的西海岸 特別是南部這邊抓非常多白帶魚 全台各地都抓了很多白帶魚 但都偏小 我覺得我好像來對時間了 我看一下現在是幾點 現在是1點17 那我覺得時間上是差不多 就是貨都還蠻多 然後蠻多人在買 蠻多人在挑的 然後我鞋子好像有點失掉了 這個是火燒沙啦 這就是南部很多的火燒沙 你看它的紋路有沒有 很像是被火聞過很漂亮的顏色 這個不知道就是不是 之前我們在看馬廳看到 郭師傅說很好吃的 芝沙 他們在分割龍膽石斑 大家看它的皮QQ的樣子 欸 有沒有看到 我發現這一間是專門在賣石斑魚的 然後是養殖的石斑 它後面在分割的是龍膽石斑 那旁邊有小隻的龍浦斑 然後都是活的 然後前面這邊也有石斑青肉的切片 欸 這是石斑味嗎 石斑肚嗎 對 大哥 這個要怎麼吃啊 這個用 要先下去把它 先把它煮熟 煮熟 用炒的 用烤的喔 炒 炒喔 切細的嗎 對 它吃起來是脆脆的嗎 那你是在挑什麼 要挑比較完整的嗎 不是 比較厚的 挑比較厚的 所以是用捏的嗎 捏啊 對 對 它會有比較厚啊 或是像這樣就比較薄啊 這樣就比較薄 對 像這樣 我好像還沒有在海產店裡面吃過石斑肚 但是我最近有在讀一本書 是黃之洋老師新出的書叫《怪奇海產店》 《怪奇海產店》裡面的這本書就有提到石斑肚這個料理 等我把這本書讀完之後呢 我就要去工藏海產店 這滿多麥芝拉 其實在北部啊 我覺得還滿多婆婆媽媽們都很喜歡吃麥芝拉 然後麥芝拉也是店當店很常用的魚 但是現在麥芝拉的 那以前我最討厭在便當店吃麥芝拉 哈哈哈哈 就是一直炸一炸一炸 炸到都沒有那種魚的味道這樣子 我不是很喜歡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鱸魚吧 這個很像是金木爐對不對 後面有人在鯊魚 他們現在都用這種電動的去淋氣會比較好 啊幹 他在敲那個 隔壁這一群呢超精采的 隔壁這一群呢是養殖的金昌 那大家看他大家在那邊挑有沒有 他的活動力呢還滿旺盛的 金昌快過年到了呢 價格也會稍微再高一點點 但我覺得是拜拜還滿好看又划算的魚 我在台灣吃過最好吃的金昌的料理呢 是有一次呢我們去參加彰化一個朋友的入處 是非常非常傳統那種入處喔 就是要辦一整天的那種 然後還要請客請大家吃飯 請了鹿港一個很傳統的東泡塞來辦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有一個羹 鹿港那邊有個羹很好吃以外呢 就是那個 啊我想起來了 我想起來它那個羹裡面好像有加免魚肚 鹿仔觀眾建議到那個咕鹿仔觀眾 趕快留言區補充一下這個姿勢 那個半桌呢我吃到最好吃的金昌魚 是它把金昌的肉割下來之後切塊 完全沒有刺 然後那個魚塊呢就是豬炸 炸好之後呢那個骨頭再把它擺在那邊 就是擺在那個盤子上 然後魚肉呢再鋪在魚身上 好看又好吃 那是我吃過最好吃的金昌魚 好那我們接著看這邊超多螃蟹的 這邊有一隻超大隻的鵰魚 第一次看到趕快來拍照拍一下 它身上有蠻可愛的白色點點 這隻應該是很多潛水的人會想要在海裡面看到的魚 這樣子 就小的吧 這個是龍藤沙之前在明發的時候呢 有抓過一隻有跟他做一點介紹 旁邊那個螃蟹不知道什麼蟹 這個是什麼蟹啊 沒看過耶 欸幹爆卵 爆卵不能抓耶 搞什麼我要把它拍下來 好我們趕快閃 幸好今天沒化妝不會被認得 爆卵母蟹呢 現在規定是不能抓的 我們要檢舉啊 如果被檢舉的話不是我 不是我 幹那個是什麼 太扯了 那個是什麼 鱸魚啊 好可怕 好可怕 這邊大家要小心被鱸魚攻擊 我發現呢 台南的這個魚市場呢 跟北部有非常大的差異 這邊有非常多的活體 而且是養殖的活體 然後大家看現在阿姨呢 正在抓這個鱸魚 他們說用這樣子綁的方式呢 可以讓魚比較沒有那麼快死掉 然後也方便就是買家挑選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我之前有看過新聞 這個方式呢 有紅到日本去 就是日本人會覺得 這樣子做的方式呢 過於殘忍 因為日本那邊現在處理漁獲的方式 幾乎都是一定要活地 腦死 它可以保留最大的美味 那我覺得台灣這邊呢 有很多可以再進步 再學習的地方 但是今天來真的是 大開眼見 南部的魚市場的魚 好大 聲音超大聲 我現在已經喊到喉嚨 有點快要燒聲了 好的 我們現在後方這個呢 就是台灣現在最有名的 在餐廳裡面都會出現的 台灣雕 目前看到呢 就有兩種尺寸 你叫小的 這一種台灣雕呢 就很適合拿來做鹹青 鹹青 用中文來寫的話 應該可以寫成鹽乳 是一個我很喜歡吃的一個做法 也是非常古早味的魚的做法 那台南這邊還蠻常會用無鍋魚 或者是虱目魚頭來做鑑皮 非常好吃 非常下飯 很適合配粥 那這個尺寸的台灣雕呢 就是非常拿來適合做鹽烤魚 夜市的鹽烤魚啦 或是山上原住民的那種炭烤魚啊 這一種尺寸的台灣雕呢 體型剛剛好 放在一個大盤子上面看起來很好看 因為便宜 所以提鍋釣不吃也沒有關係 那它的肉呢還蠻厚的 然後刺呢又很硬又很大 所以也很好挑刺 所以對小朋友來講呢 算是蠻 蠻好食用的 蠻好學吃魚的一種魚 那在旋邊也有蠻多就是台灣雕 那菜市場呢也有很多台灣雕 這是南部很大量的經濟價值的魚種 那這是草魚 那草魚呢在南部這邊呢 會拿來做鮮魚湯 那在石門水庫那邊呢 就什麼活魚料理啦 好像也是用草魚對不對 好我們接著看 這邊幾乎都是無鍋魚了 它這個是什麼 鮮魚 鮮魚也有人在吃喔 肚子好大 喔還活著 大家看後面就是港耶 但是因為現在是晚上了 不然如果是白天的話 我還蠻想要去那邊走看看的 那我們往另外一個方向過去 我覺得來到這邊就好像當初拍第一支 逛這個魚室的影片一樣 就覺得說哇好多東西都沒有看過 這是第一次看到 然後覺得有非常多的問號 可以請廣大的網友跟老師們 回答以下的問題 問題一 為什麼這個池子上面那麼多泡泡 大家有沒有看到它的池子上面 特多泡泡 它好像不像鱸魚耶 它胖成那個樣子 我都認不出是什麼魚了 剛剛看到這個是特殊的 不知道是不是叫 颱風螺 什麼 什麼 好多問號喔 那是什麼蝦 那是什麼蝦 紅紅的 紅紅的 再看一次 大哥這什麼蝦啊 青蛙 還給我一半 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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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仔 有嗎 全清廣大的網友回答我 青蛙的中文怎麼寫 有沒有其他名字 很漂亮的耶 來拍個照 台草蝦的一種 我現在對這個煙味有點 快要吐了 但我知道 他們真的很辛苦 因為半夜不睡覺在這邊做生意呢 不抽菸不吃檳榔呢 我真的覺得 他真的做不下去 我剛剛看到一隻眼睛很大很可愛的魚 來 問題三請問大家這是什麼魚 這一區呢就比較多都是海魚 那也有可能是今天的魚或是這個樣子 這邊我覺得值得讚賞的一個點 大家看一下這個魚湯後面呢 那一些比較大隻的魚 它下面都有墊一個塑膠墊 然後上面是冰塊然後在上面是魚 對嘛 你隨便鋪個塑膠墊觀感都會好很多 為什麼要放地上呢 我真的覺得你只是鋪個墊子而已 我就覺得觀感好很多 真的不要再把魚貨放在後面那個 還是放地上的 好 那就是各家做法不同 但是我真的覺得 後面那個魚 是不是可以放到前面的墊子上面這邊來 喔 那個是什麼 他們有在開箱了 這間是很熱門 大家都在搶魚是不是 大家看它的箱子裡面有黑色的塑膠袋 然後它是從黑色的塑膠袋 倒出來的 這是哪裡進口的 黑色塑膠袋是哪裡進口的 我今天身體狀況不是很好 有點像 吐 我們趕快看一看 趕快離開 龍膽石斑的骨頭啊 也是有另外賣的耶 說不定他們這個也是可以拿來碰燈什麼的 好 那我們今天呢 第一次來到安平這邊的南市區 對於鮪魚市場名字非常長 真的是還滿新奇的 第一次來到這邊看到好多不太一樣的販售方式 然後還有不算是第一次見到的魚種 但是第一次看到批發這樣賣呢 有一種半夜精神來的感覺 但是因為真的有點太晚了 我開始覺得胃有點不太舒服 所以我要趕快回去休息 價格部分的話 因為我沒有買 所以我就沒有多去問這樣子 今天主要就是帶大家來台南安平的這個魚市場 來看看 那最近呢 跑越來越多的漁港 我就越來越發現說 我覺得漁港啊 或是漁市場啊 地板是一個還蠻重要的元素 因為你要乾淨的話 你要乾才會進嘛 如果這麼多水 然後排水又不太良好的狀況 像水一直积在那邊 血一直积在那邊 然後又要鯊魚那個水都會 互相傳染 互相感染 就覺得說好像不太乾淨 但是我覺得呢 上次我們去了台南青山漁港呢 就做得不錯 它是瓷磚的 所以你刮水也很容易 你洗也很容易 看的也是白白淨淨的 有沒有這樣一目了然 那我覺得觀感就會蠻好 那這邊看起來是真的是 有年代了啦 那我覺得呢 台灣的魚市場 一定有很多 就是好的地方 也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台灣的魚院要越來越好呢 我就是可以從地板開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得過癮了呢 那大家覺得說 來到南部必買的魚 是什麼魚 我前面問的那幾個問題 那些魚是什麼魚 那個泡泡是什麼泡泡呢 歡迎底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按讚 如果喜歡我 就幫我訂閱喔 掰掰 好 那我要回去睡覺 好 那來到台南不可錯過的 一大地方特色就是 住我們台南的老宅民宿啦 今天非常感謝 位於中西區的日出 慢慢贊助我們今天的住宿 那非常感謝老闆跟老闆娘呢 喜歡我的作品 還有喜歡我拍攝的這些東西 那他們有說呢 非常歡迎台南的女兒回來 台南的時候 可以來入住他們的一個民宿 那我們趕快就去看一下 喔對 老宅的其中一個特點呢 就是它的潛艇可以組一台車 我覺得這也是這一間民宿呢 很方便的一個地方 進到這邊呢 他們的一大特色 有沒有看到這個家具 他們說呢 這個是古董沙發 這一間除了樓下一樓 是古董沙發以外 二樓 厲害了 有沒有 這個搖椅塞是 喔 睡著了 漂亮的床頭 漂亮的床頭櫃 這個也是古董 小心不要刻壞了 那這間民宿呢 總共有三間亞房 一間套房 歡迎大家來台南的時候呢 可以來日出慢慢包動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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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